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能够相融吗 无形当中已经成为了主流的一个重要的分子 我来新西兰大约有20多年了 我出生在仙神 现在来英国大概已经有28年了 1999年左右从海南来到新西兰 泰安人1988年来到瑞典 北京来了 1987年3月2号抵达澳洲 我的籍贯是浙江省建德市 1984年10月份到了德国 所以在德国是已经超过36年时间了 是1988年 坐着东方列车来到了圣牙利 我的主旧是江苏省延城 我们90年代来的时候 基本上可以说是中国大陆正式通过技术移民来的 第一批人 通常的工作是到果员工 像餐馆工 讲个笑话就是当时我们做果员工的时候 如果你喊一声教授 可能有三四个教授会抬头 基本上都是我们华人教授 我来到当地以后 很多人他就会问到 你在哪个餐馆里头工作 大家都以为很多华人都是在这个服务行业工作 我们是冲着悉尼歌剧院来 到达悉尼的第一天 当这个圣殿就是那么实实在在 和你在你的面前出现的时候 你突然发现和你没有任何的关系 融入主流社会 其实是我们华人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我用了八年时间攻克对欧盟 对三杂的限制 他也不让用当归 我说中医十个中医九当归 大家熬点当归鸡汤 怎么还不让呢 所以要做大量的佐证工作 跟他这个当地的专家 药监局卫生部 好像准备了好几万页的东西 最后欧盟批准了三杂 可以合法的使用 当归也是 荷叶也是 房地产业涉及到方方面面 要跟政府打交道 要跟总体的规划进入深一步探讨 它是有一定的挑战 每年新西兰建筑业或者房地产业 比较大的一个奖项 年度房屋大奖 往年基本上没有什么华人 大概在1617年左右 我们就有组织华人 或者鼓励华人参赛 2020年的全国的比赛中 有华人企业取得了全国的综合评分第一名 也是全国的金奖 就是华人在这个行业慢慢扎住了根 因为我对科研也比较感兴趣 就是我付出的可能比他们当地人要多一些 对自己的这个专业要执着 要热爱 要不断地努力地去追求 这样你取得成果 他们当地人也会认可 用你自己取得的这个研究的成果 说服他们 目前我是卡尔林斯卡的政教授 是亚裔在瑞典成为第一个医学政教授的学者 第一次带的就是咱们从大陆来的新一名艺术家 踏上悉尼歌卷的那是中华魂 当时这台综艺性的晚会 当时的新闻报道 媒体的报道也是非常非常让人振奋的 四万赤子图写中华魂 很轰动 非常轰动 你慢慢地回过头来发现 这两个字呢 其实对于你来说 并不是高不可攀 而且无形当中 你自己的所作所为 已经成为了主流的一个重要的分子 Covid-19 outbreak 新疾病和死亡 所谓的疫情维持续 疫情维持续 up for the date 2021年的四五月份 我们捐赠了一辆第二辆救护车 我们封城封了四个半月 这个车呢 对于北地的一个 疫苗的注射 救护工作的推广 都起到了一些良好的作用 他们都给我们发来了感谢信 我们一直通过大锅主药 和这个广泛的普及 这个中医药的预防 一些传统的中医药 对症治疗 在当地社会 在中东地区 起到非常的作用 2020年那年 就是说嘉年华 二月份时候 悉尼的疫情也很严重了 有的民族呢 就撤下来了 从华星 从奥豪明年 这个平台当中 所抱的这种艺术团 不但没有撤下来 而且呢还加大了 整个的节目园 也挺让悉尼市政府 很感动的 我们也参与到 这个中瑞联合抗议 瑞典的专家和中国的专家 标准治疗法 2020年 当这个新冠爆发的时候呢 我们前线的 这个医护人员 有时候呢 也不允许 被戴口罩上岗 为的是呢 避免给病人 造成心理压力和恐慌 这个时候呢 我们陈平律师行呢 就做了一个 广而告知 就是无偿 为我们的华人 医护人员 提供免费的法律协助 当时呢 这个就是我们 不仅仅 没有融入主流 而是呢 其实呢 是对抗主流的价值观 要深度地介入当地的生活 跟他们交流 减少误会 增加这个信任和理解 既然在那儿居留 你就要爱那片土地 即当地所及 能做出相应的贡献 当然你自己经济地位改变 也起一个重要的作用 但是更重要的 就是怎么能够尊重当地人 尊重他们的贡献 他们的文化 融入呢 其实并不是模仿 或者一味的顺从 有的时候呢 我们的对抗 或者是我们的反对 其实也是体现 一个融入的方式 我们并不是说 把我们自己变成本地人 而是说 我们融入 给他这个颜色 增添进来我们这种颜色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